射冯香从108年启程 取推动阿美族圣山吉兰阿三下的图书馆批券计划 获得了教育部县政府以及乡代表会的权力支持 而总工程经费约1.82亿元 历经了6次的流标后 终于在今年的4月顺利完成了发报作业 并且也在今年上午 冯香各界是盛大办理了动图典礼 共同祈愿祝福工程 能够顺利在115年完工启用 从原住民传统祈福祭仪到民间宗教祭拜 接着封冰香长邱福顺 与与会的长官贵宾等共同持经产动土 历经6次流标后 封冰香阿美族圣山下的图书馆 今天终于正式动工 地方各界深达庆祝 封冰香从108年 随任乡长邱福顺提报争取 历经三任乡长的推动 最后仍重回乡长邱福顺之手 顺利动工批建 中共赤字约1.82亿元的工程经费 从教育部县政府的经费溢注 到地方配合款都全力配合 支持封冰香打造东海岸新地景地标 有积极地去争取行政院的一个公共建设计划 然后也透过这个公共建设计划 所以补助了7000万元来协助封冰香 来新建这个新的资设计划的一个工程经费 从20几万到1010万全数我们都让通过 为什么 我们就是为了要让封冰香能够让世界看得到 除了我们一一 我们的消防栓里面是大家打卡的景点 希望我们现在建筑师设计的我们图书馆 也是一个第二个景点 能够串联我们的旅游的景点 从中央到地方再到乡镇所会单位 大家同心协力众志成城 不仅顺利辟建阿美族深山下的图书馆 更是为封冰海岸线打造具有阅读文化传承 产业推广与观光的多元功能 真的要谢谢各界的一些关心以及支持 那我们这个概念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就是用大自然的元素来设计 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建设 能够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些旅游产业 甚至我们提供给我们地方的族人阅读的一个风气 封冰箱立图书馆自民国78年启用 迄今已经超过30多年 经封冰箱公所争取教育部提升公共图书馆阅图 阅读环境计划将近5年多 今年上午乡公所是盛大办理动土典礼 共同祈愿祝福工程平安顺利 若面问题封冰箱那美族深山下的图书馆建筑工程 预计将在115年3月完工 记者是玉兰 风冰采访报道